中国十大最尾桥梁之一是位于矮寨的特大元朔桥 这座桥梁建造在距德邦峡谷300-400公尺的峭壁之上,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工程装具 被誉为世界上最难修建的大桥之一,湖南铺之14亿在德邦大峡谷之上建的元朔桥矮大桥 是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主钢线巴默高速公路吉手查铜卷的关键工程,跨越德邦峡谷,主跨跨境1176米 是世界上峡谷跨境最大的钢行两门梭桥 桥面宽度为24.5米,双向四车道,桥面跨峡谷底部高度为355米 2007年10月动工建设,2012年3月31日建成通车,2012年3月31日通车营运 桥面围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,设计速度80千米斜线小时 北寨大桥围于湘西吉手市,距离吉手市区开车30公里左右 这座桥连接了湖南和重庆两个地区,在这座桥还没建好之前 两地的居民依靠的士渊延曲折的公路进行通航,但是因为处于山上,这类的山路也可以清得上市18弯 这座位寨大桥围公通车之后,从长沙的重庆的车程从16小时变成了8个小时,但大大缩短努力时间,两地的居民出行更加方便了 北寨沿崖展道,建造在距得笨客谷300-400公尺的峭壁之上,包括玻璃展道,崖顶观光平台和万行步道,全长1.6公里,其中玻璃展道100公尺 均位于沿崖之上,为游客提供了极为震撼的观景体验 重展道和平台上,人们能俯瞰整个峳谷和宏伟的自然风光 北寨盆山公路,北寨还有一条盆山公路,被称为挂在玄崖峭壁上的奇观 这条公路长约6公里,却收足于水平距离不到100公尺的地块上,而且垂直高达440米,波度为70-90度的大小斜坡 这样特定的空间迫使公路多次转折,形成13度锐角急关,26节几乎上下平行重跌的路面,被称为挂债公路奇观 这事得挂债公路成为了全球最险进的公路之一 挂债的缘崖盏道和盘山公路是人类智慧和勇气的结晶 他们不仅为当地的交通和旅游带来了便利,也成为了一道壮丽的景观,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探索和观赏 这些工程奇迹彰显了中国的建筑水平和工程能力,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高度赞预和关注